今天想來做潛質美酒 其實釀三週到一個月就可以喝的 我這次選用的是燒酒 就是有20度的燒酒 然後我買的是原味的 那如果搭配燒酒 因為燒酒就很原味的 它還是稍微會有一點點甜 所以到時候冰糖的量放少一點 那做美酒啊 梅子跟酒跟糖的比例 就是2比2比1這樣子 就是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已經喝完了 為什麼會再做呢 是因為一個月前 高雄的朋友寄給我們10斤的梅子 那些梅子已經做成了 使用了很多啦 像勤酒啊 去做了另外一種比較深濃度的梅酒 那那個要放上三個月上來喝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還有剩下一些梅子 所以我去買了燒酒來做 沒想到這一個月 就是上個禮拜被我們全部很忘了 所以我們決定再來做一次 然後剛好就是現在是梅子季的尾巴 然後在佳樂福還有買到 所以我想說今天來拍試看看 然後梅子買回來啊 一定要洗乾淨 我是還有泡一點鹽水去洗啊 因為我想把它表面的灰塵洗掉 再用水沖5分鐘 洗完一定要晾乾然後擦乾 然後我就會買像這一種的 砂金布 反正它也很好用 然後就可以把它擦乾 擦乾後晾著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製作梅酒 我會不會理解一下 我不會理解一下 不是我會在這裡 擦乾燥 一下子孔子 好 著不知 找床 在梅子放进我们的玻璃桶里面的时候 要先去地头 地头就是这样子 上面有个黑的 把它给挑掉就可以了 就这样挑掉 地头在哪 这边 就把黑的挑掉 让它变很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做美酒比较无聊的部分就在挑地头吧 就是洗它擦它跟挑地头 还有要等瓶子 就玻璃瓶还是稍微要消毒一下 然后梅子如果你看有烂掉的啊 就不要了 因为放下去它会整过烂 然后像这个已经太熟啦 已经快变黄色了 就要赶快用掉它 看我后面的小猫咪睡得多舒服 它整个已经睡到卷曲了 继续听 我们要在老猫咪的陪伴下 我们要来养美酒了 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16岁多啦 所以它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睡觉 就跟小猫咪一样睡觉时间会比较差 一瓶的烧酒大概 一瓶的烧酒是360cc 所以我买两瓶是720 那梅子呢也是大概要加入 因为1比1嘛 所以梅子我就选了700克 少一点点啦 因为有太多烂掉的或摸起来软软的 我会怕说放进去又坏掉 所以就把它舍弃掉了 然后酒稍微多一点点 那烧酒因为刚刚有讲 它是本身会带有点甜度 所以糖的部分我就放了一半250 再少一点 然后我们就来放梅子 有的人会选择 冰糖是在就是梅子加酒类 因为烟漬的一个月后才放 因为主要是怕梅子会皱皱的 但因为它是浅漬 大概三个礼拜一个月后 就会拆开来喝 所以我就直接放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皱皱的情况 我觉得还好可以接受 然后再放一点冰糖 哇 然后放进一点冰糖之后呢 再放梅子 然后就把最后的梅子都下上去 我超心他了吗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很快睡在我椅子上的小毛病 一滴睡一滴睡一滴睡 好换一个地方去睡觉 让我们继续 然后就再放一层梅子 然后再放一点冰糖 然后就把最后的梅子都下上去 最开心的时候要来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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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倒完呢 这样就好啰 因为我买的是一般的那个玻璃瓶 所以 我还是会 在上面先 包一层 保鲜膜 就是不要对 不要对空气有接触 钻进一张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等三个礼拜以后的成品 那因为它的糖是沉淀的 所以建议会在一个礼拜 拿起来摇一下摇一下 让它稍微均匀一点 让那个糖可以赶快的去溶解 期待 那这个呢 就是烧酒没酒啦 就是三个礼拜以后就可以饮用了 那谢谢今天陪我酿酒的 WUDA小猫咪 它也是蛮厉害的 我这么一直睡睡念这么吵 它还可以一直睡 哦 太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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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